在皇宮啊 在各位貴賓的右手邊 皇宮 這間和尚寺廟 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這間和尚寺廟在我們今天首都最早建立的一間寺廟 寺廟 在各位貴賓的右手邊 就是皇宮 這邊就是所謂皇宮的正面 皇宮的正面 那一個樹像那邊就是老國皇 就是西亞諾克國皇 現在我們稱作柬埔寨的國父 那個地方呢我們稱作園獎台 那國皇上面園獎 這外面呢就是 那個廣場 就是人民啦 金馬都在這下面的廣場 在整修啊 這個第四天 我們回到今天我們進去裡面參觀 好 那我們看我們的抓手邊的河流 各位各位看出去外面那邊湄公河 那個河流都比我們這邊輕的 我們看得到齁 有分的 然後這邊呢比較淺 所以呢這邊呢那個河流 把那個泥沙帶沖上來 所以變成黃黃寺 然後外面那邊湄公河呢 湄公河它比較深 所以呢它那邊的河水比較清 那湄公河它最深有14米達到14米 那麼我們柬埔寨 今天這邊車的水全部都是車湄公河的水 對 對老國皇啊 可是他還沒去設 他已經把這個皇位 已經讓給他的那個兒子了 對 對 對 是傳的齁 不過我們的國皇 今年 今年過年67歲 還沒有太太 對 他都沒有兒子了 對 還沒有 蛤 這個很難講啦 因為他們還沒有太太 不知道他傳給誰的啦 那可能會傳給我 哈哈哈哈 那兩開玩笑 因為他雖然說沒有太太 他有他的哥哥 他的姐姐那些兒子 不過說 這個我們都看不到的 因為 時機 政治 會經常變化 那所以說 他能不能再傳下去 或是 往後會不會再有國皇 這個我們完全看不到 那麼我們柬埔寨是屬於君主立宪的國家 君主立宪的國家就是像日本 英國 泰國 國皇 都有個名字 就是沒有權力 權力全部在總理的手上 那麼我們柬埔寨呢就是屬於 也是屬於一個民主 中立自由國家 不屬於社會主義的國家 那所以說 在我們柬埔寨 這邊呢就是所有的那些土地方面 房子方面 全部都是屍原所擁有的房地場 還有土地房子 那在隔位這邊前面的那個左手邊 我們看到那個公園中間有一位高貞 這位我們稱叫聖貞 因為呢他就是為我們柬埔寨 最早就是編出柬埔寨的文字 所以呢柬埔寨人當他好像賢佛一樣的紀念他 那在我們的前面的左手邊 這邊就是屬於獨立廣場 在我們的左手邊這邊就是那個 西哈路克國王的樹像 然後在前面那一邊的就是我們今天首都的標誌 就是獨立紀念碑 那麼我們在這邊呢我們參觀就是25分鐘 我們可以到處拍拍照啦 比如做紀念 OK我們的車會停在這裡 我們時間到我們就上車